今晚就稍後時間長毛會來跟我一起做節目 不是因為他遲到 而是稍後時間才來 因為今天約了他 大家又談談他 又有一宗官司 又有一宗 其實他都有很多宗的 這宗就有孫公家附近 待會又可以等他來講講這宗官司 這樣搞下去其實我們都很不行 不是說要在這裡慎 這麼多官司 你真的疲於不明 他有一個司法的程序 他會佔用你很多時間 你要上法庭 就是好像那天六國立法會議員 就被這個電訊管理局告 就是參與這個非法廣播 那你六國立法會議員他都會上法庭 去到你坐著按摩摩 幾個鐘 但是當然沒有審了 有押後 你真的會虛耗很多時間 這個真是 我們就不勝負荷 現在長毛又有六宗在身上 跟著民間電台合起來 原來我就快告了 那天那個電訊管理局的人 才過來跟我說就論到你了 現在還沒告 跟著就會免被告 好了 你做了被告之後 你又要上法庭 現在我們要上法庭 因為我們的黨友要上法庭 我要去支持他 現在九十幾宗在身上 跟著又要搞選舉 所以都相當頭癢 你包括長毛都是 那你哪有時間去做正經事呢 他可能就是用這樣來困你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非常之淒涼 我們有帶領一些立法會議員 有幾個民主派被告 包括李永達 包括李卓人 還有劉慧卿 我們有兩個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和陳伯業 又做了被告 然後他們民主派又有四個 包括張超雄 這次是益他了 拖他們下水 但是你想一下 在立法會裡面有六十個議員 有十個BANGO 有六個BANGO 即是十份一 而這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的立法會議員裡面 五個是直選議員 那全部只有三十個直選議員 即直選議員有六份一BANGO 這真是國際新聞 那些記者沒有什麼sense 他們不會這樣寫的 好了 這六個立法會議員 代表民意基礎有多少呢 他們總共拿了多少選票呢 你一計下來就是 為你公然民意為定 你犯法律 你幹什麼 都是要拘捕你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但犯的那個是什麼法律 那是一個惡法 那個在法庭已經判了違憲的法律 判了違憲 然後那些立法會議員會參加那個 已經被判了違憲的 那個 那個 就是 怎麼說呢 民間電台 就已經是勝訴 不過你要上訴 然後他在民間電台繼續參加這個 在那個上訴沒有結過之前 仍然是 所謂非法廣播 但是又奇怪 法院又判了違憲的 那條條例 即是他們沒有罪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都有一個灰色地帶 退一步說 當你 不是違憲的那條條例 那些都是一個公民抗命 這個公民抗命 這個所謂citizen disobedience 這個公民抗命 是針對一些不公義的法律 這個過去歷史都有很多 但是有六個立法會議員被告 然後報紙 就要找個放大鏡才看到那段新聞 香港的報紙基本上是沉淪的 香港的媒體是沉淪的 這宗新聞有六個立法會議員 第一次有六個立法會議員被政府告 他會覺得那段不是大新聞 你明白嗎 所以你說這些媒體是否正在沉淪呢 整個香港社會 基本上都在沉淪 大哥 大哥他們做甚麼 他們現在去打架劫社嗎 去偷騙拐騙嗎 是不是 喂 為了抗議 即是法律的不公道 為了爭取開放大氣電波 你告六個立法會議員 然後那些傳媒可以這麼低調地處理這個新聞 有六個民意代表佔了全部立法會十分之一的議席的人 即是被政府檢控 說他違反電訊條例 喂 這是很大的新聞 但是你的報紙 你的傳媒就很低調地處理這些新聞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整個媒介 就變成香港社會的向下沉淪 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連線有十幾宗官司在身邊 誰採你的 活該你死吧 旁邊現在又多一件人走進來 什麼幾宗 選公那裏有一宗 現在就表面證據成立 有牠又要砌 所以這個就是他要消磨你的時間 消磨你的斗子 浪費你的金錢 浪費你的生命 利用這些司法檢控來打擊反對派 現在他已經上了印了 特別是針對我們 我們最多 現在數一數 原來其他民主派 最近我們帶協拒 那才有一宗官司 如果不是我們帶協拒 民間電台 你劉慧卿會被人告 李永泰不會被人告 是吧 這個蔣超雄也不會被人告 李卓人也不會被人告 我們帶協拒 原來是 多嚴重啊 他都要來才行 他都知道他有機會被人告 有些他不來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剛才說給你支持 都很麻煩的 因為你會很浪費時間 浪費精神 你都要去法庭 大佬這麼多 但你政經的事不用做 其實今天有另一宗官司 就是皇后馬頭 在去年4月有賊 4月有賊的時候 有兩位小人士被我襲警 現在他比較聰明 可告襲警 即告襲警 即是說他表面上好像有料 就是求助 為甚麼呢 非法集結這條例 都已經是相對很認真 未經批准 未經警會相批准 而舉行集會 即是未經准他的集會 更加很認真 所以他現在正了 專門在洞洞撈你 集警 即是衰尚一些 如果你說非法集會 和未經批准集會 很多人會說 又是這樣 政府不合 現在他就正了 因為說九七年之前是準的 你是惡法還原 你要申請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去集會遊行 那個是惡法還原 所以你說到非法集會 非法集會 這些就是衰樣 你明白嗎 又是料理說你襲警 那些警察你也打 等你胡仔仔襲警 我最近看過一套 DEMO就是 有個導演拍了 2004年 那個選舉 他拍了我七年 真的有一班伯伯 就站在非法集會 說 警察有很多人打 讓他打一把 餵狗 就是這樣說 他現在就是 他現在就是 就是 就是 他現在就是 放得衰尚一點的例 就是來告你 以前就不分清 就是他根本想 都不想想 一夠了就告你 未經批准的集會 那其實呢 其實呢 講一講 這個 這個 泛民主派其實都是 會 遲或早會 是 面對抗命的問題 因為 有幾個核心的死結 都沒有解決到 第一個就是普選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制止 以這個官商勾結 還有呢 要迫他 為了這個 通脹 而引起加價 去做些事情呢 如果你 泛民主派 即是根據遊戲規則玩 那這樣也行 那就講 就算了散水 所以其實 你會有一個機會 就是我想泛民主派 應該正常來的一個機會 就是說 一定是要講明的了 就是有些很關鍵性的事情 就是啦 如果你 跟你講一下算 那你 一定是改變不了的 那我 我自己就 覺得 社民連 作為一個團體 成立被人高 成立被人高 那這個 其實都是 講了就是說 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些事情 你很難被人高 是不簡單 所以我們呢 其實跟著那個 那個選舉的宣傳單張 現在我在做 差不多看最後那個稿 應該下個月 快的話 六四就可以派 或者七一 所以遲七一 我們都可以派那份單張 二十四頁的 其實不是單張 是一個 書籍 就是講這個 社會民主連線過去的年紀 就是我們背了幾多單管事 以及我們那個抗爭的流水像 那份東西是很有心機做的 其實都是跟社會交代 也都簡介一下這個組織 過去這一年紀 是吧 為什麼會背這麼多單管事 還有原來我們抄回資料 整理回 謝謝做的 我們今天 謝謝你 謝謝大家